董成把袍子穿上,袋子系上,就知道皇上用意颇身,这里边准有事儿,多谢陛下,臣告退,在功臣阁上下来,撞过太庙走出东华门,刚到东华门,抬头一看了, 对面来的一支军队,文手的皇马之上正坐的曹操,把董成吓得昏昏千里之外,哎呀,怎么在这碰到他呢,怕什么有什么,原来曹操耳目众多,早就得着报告, 有人刚才向曹操报告,承下,早晨起来,皇上就把车骑将军国舅统成,选进宫里,两个人叽叽叉叉,不知说了些什么,后来转太庙走上功臣阁,皇上还把袍子和袋子,给了国舅,不知什么意思, 嗯,曹操一向是多疑啊,心想这里边准有事儿,亲自领兵带队,来找董成看个究竟,没想在东华门巧遇, 董成就看躲不开了,赶紧往道旁一散,攻身施礼,恩相带上,杯子董成,被恩相施礼了,曹操半天没说话,眼珠子鲸骨骨骨转一转,上一眼下一眼看着看董成, 国舅,国舅,从哪里来啊,回丞相,从宫里边来, 沿河市进宫,回丞相,因为万岁想起当年西京旧家的功劳, 让我进宫里谈论谈论,另外有理由功臣格,让我给介绍介绍古今圣贤, 这才把龙袍一领,玉带一条,阿丽次约, 哦,来啊,把袋子解下来,袍子搓下来,带我观看, 一句话,不董成吓得好像没貌了,没貌汗, 咱总知道这里面有事,这,怎么,言和不疼, 曹子就有点发迹,董成怕的怀疑, 赶紧把袋子解下来,袍子脱下来,交给曹子, 曹子先把这条玉带拿过来,翻过来,掉过去, 在手里都摆上了半天,他看了看, 确实是一条玉带,九龙雕花,没有别的可疑之处, 他又把袍子,从衣领到袖子,到笔巾, 拿手捏不捏不,也没有事, 嗯,这怎么回事, 想着这,曹子在马上,把这顶袍子对着日子照着照, 透过日子,他看看里面有没有夹馅的东西, 还没有,又把袋子检查检查, 还没发现毛病, 嗯, 曹子下了马, 把袍子他穿上了,袋子系上, 把俩胳膊一伸,问左右的从人, 你们看看, 我穿戴起来,合身不? 哎呀,丞相穿着正合适, 不长不短,不肥不瘦, 正好, 嗯, 哈哈哈哈, 我就, 能不能把龙袍玉带, 转赠于我呢? 董承赶紧失礼, 丞相, 下次卑职也不敢, 这乃是万岁恩赠的欲物, 我怎敢转让给人呢? 如果丞相要喜欢, 来日, 我命人再做一领, 献于恩乡, 怎么? 难道与说, 这袍子和袋子里面, 还有什么密, 密不成吗? 董承一看没办法, 如果丞相要怀疑, 那么就送于丞相, 我董承愿意前去领罪, 曹子仔细地再看了看董承, 没有什么变化, 嗯, 万岁所赐猪, 我哪能要呢? 刚才不过跟你玩笑儿, 袍子脱了, 带着铁了, 又给了董承, 曹子没发现别的, 回了丞相府, 单说董承, 回了自己的国旧府, 大门关闭, 二门封锁, 回到自己的屋里头, 好怕, 这心里的, 满头的大汗都下来, 好半天惊魂装定, 把袍子取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 又把玉带拿过来, 反来伏去地检查, 没发现任何毛病, 这怎么回事儿, 万岁说的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没有事儿, 黄氏不能那么讲, 怎么就看不出有东西来呢? 把董承给吉子织冒白毛汉, 到了晚上连晚饭都没吃, 又检查到定更天才没毛病, 把他急着把这袍子和带子放到书桌上, 董过就也太发累了, 闭目打算仰会儿神, 哪知道这灯花啪, 这一爆, 灯花正好那火花, 落在带子紫衬里上, 一下把紫衬燃着了, 国舅董成一着急赶紧用手用啊, 活到就灭了, 把紫衬里烧了个窟窿, 迎摇摇, 里边露出血迹, 白花花的东西, 这事儿, 赶紧取个刀来, 把线拆个紫衬里拿掉, 这才发现皇上的学书, 一代招啊, 赶紧对着灯光, 把皇上的招书打开, 董成揉了揉眼睛, 定睛瞧看, 那上面是这么写的, 诊文人伦之大, 父子为先, 尊备之书, 君臣为度, 近日曹泽怒权, 欺压君父, 接连党武, 败败超纲, 赐赏风发, 不由真主, 真日夜忧思, 恐天下奖威, 请乃国之大臣, 真之至亲, 当年高祖创业之艰难, 纠合忠义两权之劣势, 天灭奸党, 重复设计, 祖宗兴盛, 刻破忠旨, 父亲赵万, 往再次甚至, 五福真意, 千千万万, 建安四年, 春三月, 早, 从城不看泽渴, 一看皇上说的是, 自自血, 生生累, 放生痛哭, 到了今天, 皇上把这么主要的事情告诉自己, 叫自己想办法, 重振超纲, 灭曹贼, 我可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重振超纲, 我怎么能平得了曹他, 哎呀, 睡不着觉了, 这一宿他背着手在屋来回溜, 左想一个办法, 右想一个办法, 想一个推翻一个, 什么主意也没有, 这叫一筹莫掌握, 一直等到东方发了白了, 还没主意, 东国就心里着着急, 趴到书桌上, 哎, 睡着了, 这就应该那句话, 人得喜事, 精神爽, 闷来, 愁肠, 顿睡多, 再加上太乏累了, 他这一睡不要紧, 一带糟正好压到他胳膊底下, 要不说该这出事儿呢, 他刚打到盹, 外面进了一个人, 挑连龙, 进了他的书房, 发现他正趴着书桌上睡觉, 这个人站在身后, 往书桌上看一看, 嗯, 正好看见一带糟, 上着皇上的镇子, 这是什么, 这个人轻轻地把一带糟撤出去, 并轻小看, 看得明明白白的, 把他藏在自己的脑袖里头, 照着董城的肩头一拍, 董国教, 董国教, 你睡得好香啊, 哎, 一下把董城给喊醒了, 董城又打梦中惊醒, 揉了揉眼, 你喊一下, 一带糟不见, 王魂皆冒, 再一抬头, 一看身边站定一人, 正是自己的好朋友, 公布四郎王子福, 这个王子福与国舅董城交情莫密, 两个人平常经常在一起, 所以门上的人也没往里边报告, 常来常往, 王子福来了随便出随便进, 淹死到了书房里头, 再好的交情, 这个事不能说, 董城下的颜色更变, 王四郎又何处来, 别说别的, 王子福般脸望下一尘, 你做的好事, 万岁给你一带刀, 命你们伤害曹丞相, 我当造相府告密, 王子福转身望外就走, 下着堵成一身手, 把王四郎的袍子抓住, 哭哭就跪在地上, 师父, 你要告密, 我死不要紧牵连了陛下, 汉朝的江山可就完了, 哈哈哈哈, 王子福一转身, 哈哈哈哈, 郭舅, 你胆儿太小了, 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 你当真事了, 快起来起起, 哎呀, 董城说闹着玩, 没这么闹他, 当时两个人坐下, 王子福把一带招取出来, 问董城怎么回事, 董城就把一五一十的金冠圈都说了, 王子福把桌子一拍, 啪, 我救, 我恨死了曹子, 既然万岁给你密招, 让你纠合忠义两全之事, 重整超高, 我王子福愿助你一辈之力, 总常一听, 转悠为虚, 那可太好了, 王子福说咱这么说, 这不是小事情, 要走漏出去灭门酒足, 要想干这种事, 不但自己喝出掉头去, 酒足的性命也不要了, 咱们另一张一桌, 凡是乐意干的, 把自个儿的名字写到上头, 表示自己的决心, 总常想想对, 找出一块白筹子来, 自己先欠了娘, 车骑将军董城, 公布四郎王子福, 两个人把娘欠了, 又一上一光, 咱们俩也不行, 还找谁呢? 两个人坐在屋里都想, 哎, 王子福忽然想起来, 我就, 我发现前将军 吴子兰, 这人颇竹吃正义, 也是汉朝的老臣, 他能算一个, 还有一郎无数, 这个人也能算一个, 假如把事情说了, 我看他们两个人 决定能干, 是吗? 这么说话, 外的手下人进来, 一郎无数, 将军吴子兰, 前来求献, 哎, 正好, 王子福躲得屏风后头, 董城把两个人接近, 再看两个人还屁话, 没等坐稳子, 这就骂开, 国舅, 贤责许天涉猎, 曹贼欺君往上, 罪在不赦, 我二人气得眼角都瞪恋, 国舍不出, 时无明日啊, 国舅, 难道说这两天, 你就没想这个事儿吗? 董城还假装糊涂, 二位, 曹丞相干过的忠良, 你们怎么说这话呢? 什么? 哦, 你还没看出曹子是什么人呢? 正说话, 王子福在屏风后头转过来, 哎, 你们两个人大骂曹丞相这话了得, 我应当到相府去告别, 吴子兰一看, 好小子, 王子福, 你也是汉朝脱古老臣, 外族求荣之辈, 今天我跟你玩的命了, 吴子兰涅崩黄望的拽宝剑要玩的命, 董城赶紧拦住, 哈哈哈哈, 各位, 各位各位, 玩笑, 王四郎故意击你, 他也是咱们的人, 把两个人接到屋里头, 把皇上的衣袋刀拿出来, 两个人看把多时鼻的眼泪都淌下来了, 哎, 万岁既有慈心, 我二人也应当加入, 拿过一撞, 两个人在上面也输了名字, 两个人又建立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着西梁刺尸马腾, 这个人破主政, 还有兵权在手, 如果马腾能参加, 这个事更好办, 正在说话的时候, 马腾也到了, 马腾到了屋子里, 二话不说, 破口大骂, 指着曹子就骂他了, 说我现在有兵权在握, 如果你们大家乐意的话, 我愿叫西梁兵回国家重复设计, 大家把义状拿出来, 马腾把名字也签上, 五个人排排酒席在这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马腾说我再见几一个人, 谁啊, 哎呀, 光咱们哪行, 左将军移成平后, 刘备, 追, 我看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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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